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 我是李国庆 拜登胜美股弹 未讲今天的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恒新指数表现 全日恒指升了545点 收报26767 成交一样非常活跃 有1326亿 港股今天算是表现得不错了 昨晚美股大升 道指 看看这个图 升了1173点 收市位27090 27090已经高过之前那天 说大跌那天 美国减息美股要跌的那天的高位 那天的高位27084 收在其上 最主要美股能够大升 带动到今天港股做好的原因 市场的解释一下 就是拜登胜 拜登胜什么呢 在超级星期二那里获胜 拜登胜为什么市会受刺激上升呢 最主要原因 是因为他赢了那个对手 桑德斯 桑德斯被视为这个 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一个代表 其实他那些理念很社会主义的 就是 传闻很多福利 亦都对这个商界 商界不是很友善的 当然还有一些比他更加激进 但是商界就视桑德斯为一个 洪水满兽那样 很害怕他如果代表民主党 美国民主党出选的话 就对那些 美国的企业不利 就知道拜登这个 相对温和派的人 就获胜之后 就视为一个好消息 所以美股大胆 这个是市场的解释 那我的解释 一半同意的 另外一半呢 就是 其实我觉得 星期二那天呢 减息了 市场冲高回落 其实就是倒逼联储局 就是告诉联储局 你做的都是未够 虽然你这次已经是 忽然减息的了 有些人就说 这是不是代表美国 就是说经济很差 因为逢是这些 忽然减息 突然减息这些动作 之后其实美股都是要 要继续跌的 那据统计呢 就是是的 就是这个次数都较为多的 可能百分之五十几呢 是之后会继续会差的 不过这样 那个统计里面呢 就是说 在一个星期之内 股市会升的机会率呢 就差不多是100个百分之的 就是突然减息 突然减息之后三个月 那些会继续差是不出奇的 但是一个礼拜呢 它短线呢 是有些保证作用的了 那所以呢 其实呢 这段时间可能都是震荡源 都可能会有少少的升幅的 倒逼联储局 告诉联储局 减得不够 或者做事不够 那联储局呢 现在市场都是 仍是预期 它今年呢 会继续减息的 三月会不会减息呢 都还是有机会的 不要说今天 就是昨天减息完 0.5厘之后 三月就没有机会减息 三月可能还有机会减息的 那三月减息完四月 都是有机会减息的 因为有个市场 你这样做不够的 都是要再做多些东西 那鲍威尔我相信他呢 其实现在呢 都是接受了市场那一套 应该都是会 听听话说 继续都是会减息 虽然三月 不是百分百机会 因为已经减息了 四月还是有机会的 好了 那会减息 那对美股有什么作用呢 那美股短期可能指导的 是不是 那现在来看 起码短线 我就说过 伪高人胆大一些 可以试一下 那短线呢 就是 24680区呢 以道指来看呢 就是一个主要的防线 如果失守这个防线 那当然要止蝕啦 未失守的话呢 可能都还可以看高一点 看一下反弹 反弹的有多高呢 现在站在27,000 今晚可能呢 因为升了很多 升了千几点上来 有回吐压力的了 最近都是很大波动的嘛 那现在美股期货 跌回400点 随时又回落 会怎样呢 震荡啦 震荡 然后希望最终可以 站上去27,000楼上 美股的形势 但是其实你看着24680这个位置 最重要了 总之跌穿24680就淡 未跌穿之前呢 就可以稍微 是个人胆大的 可以搏反弹 至于你是保守型的投资者呢 就继续等疫情过去先啦 因为美国现在的疫情是什么呢 刚刚在爆发的开始阶段 开始阶段啊 都没去到中阶 现在还在爬着阶段 所以呢 就很难说立即就完 减息一次两次都未必是那么快可以支撑到的 好了 讲完外围 讲回香港和内地的形势了 港股 今天 这一道房线 行指呢 在这个26,000区呢 26,000区呢 就是第一道房线 26,000区第一道房线 12月4日做过26,000区 这个2月3日做过26,000区 跟着呢 在2月底呢 2月28日又做过26,000区 那 又是啦 很简单 短舍而言 26,000区是第一道房线 如果失手的 那就止舍啦 就是要避免的 如果 不失手的话 那怎样呢 那伪高人胆大的 亦都可以博一下反弹 那 现在升到上来26,000区 都27,000区都未过 那可能又是短期震荡下啦 震荡下之后还是有机会上的 如果以这几日来看 就是28日 和呢 3月4日呢 似乎 这个 也都做了一个小商底格局 今天升穿了颈线 所以都是有权 还上去到27,000区之上的 这里还有个下跌裂口 是不是 那个下跌裂口呢 有机会被回补的 当然未必是明天 因为这附近 香港的疫症都未完全过去 其他地方的疫症呢 都还是在那儿 继续 有些地方还在爆发之中的 所以不要说这么快就是说 觉得 完全过去没有事了 不是这样的意思 而是 如果你是保守刑的 请你继续可以忍耐 等危机过去 但是危高而不忍耐 可以博下反弹的 那 少住 移情 这段日子 内地股市都做得好的 上证指数呢 今天升成近两个百分钟 短条下降轨升穿了 现在就会挑战长一点的下降轨 为什么内地股市做得好一点呢 就因为 其实阿爷呢 昨天又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说完就说又有罪复工 希望那些各行各业慢慢随着疫情 缓磨了 就希望复工 希望那些人 也都开始会有点消费 有点社会活动 当然现在疫情未完全过去的 所以不会一下子好像回復 原本那种生活方式的 但是逐步逐步来 就是一路一路有一个改善 这样的话呢 对中国的经济也都会好一点 其一 其二呢 就是那阿爷 其实你说美国先放水 哇 减息半年 其实呢 内地在这个二月初的时候 已经大量放水了 二月三号 他们第一天回到来 三号四号开市之后 其实人民银行当时放水 1.7万亿元人民币 我想问 二月三号四号 其实大家都知道 农历新年假之后 各行各业 当时其实都没复工的 其二呢 就是当时疫症都是很高峰期的 那人人都留在家里面 大部分人都不出社区的了 很多东西就是封闭式管理 是吧 那放这么多水出来 那些水去哪里了 难道留去实体经济吗 不会啊 当时放了1.7万亿出来 只有一个途律去 只留在A股股股市那里 是吧 那时一直扯上来 扯上来 深正成分股都没升穿之前 农历新年之前的高位 所以上证还没升穿 深正呢 升穿了很久了 升穿了很久之后呢 其实破了顶之后 这个回吐下来呢 现在都还是站在高位 就是很多资金留了去呢 在股市里面 那所以股市就这样升了 那你说疫情 只应该影响它的经济 谁都知道影响经济 PMI那些很差很差 不过钱多嘛 在股市里面 真是谁大谁恶谁正确的 钱多那个华士 那有钱就夹上去 如果之后要反映那些坏东西的 那看钱是不是会流走 如果钱流去实体经济的 那股市当然又要跌回 但如果钱继续很多很多的 现在全部一起放水的话 那股市就未必会跌着 刚才说到美国 好像说突然减息半厘 加拿大又减息半厘 澳洲也都之前一天的了 减到利率0.5厘历史新低 但其实阿爷仲早放水 不过他不是说大幅过减息 他有减LPR的 虽然不是很多 但最主要他是用数量型 他放了很多水出来 刺激了市场上去 那就是环球都放水了 环球都放水的市 所以短期是有机会回来稍微 好了 美股大家看过 有机会震荡上行 恒指有机会做双底形态反弹 希望能够再反弹高一点 有没有机会挑战2万8区 这个真是双底颈线 那香港股市有什么股值得推荐一些呢 我觉得这个期间都是稳稳阵阵 魏高人胆大的有很多中小型股份都可以买的 例如物馆股有很多破了顶 是吧 例如其实你说火火股 移海国际都破了顶 昨天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今天再升 就是很多类型 稳稳阵阵阵 有些是内房股 内房股 因为虽然说房住不炒 但是又会有些政策刺激的 是吧 好了 但是最稳稳阵阵阵阵 你看ATM 腾讯 今天升3.1% 这些股可能都是一个反复上升 是回稳的 起码途中 看到你的疫情对它影响不大 是吧 阿里巴巴受到疫情影响的 是的 跌了来 但是近期都有一些反弹的迹象 那现在去到就是有一个下跌裂口了 是吧 今天彈上来 大家观察了 留意它是否可以站在这个下跌裂口之上 如果它能够站在下跌裂口之上 那这个可能有机会 最好就是当然是跌裂口上升 做回一个倒形底 如果不行的 那也不要紧 200到210元之间 打回那个底 有机会冲回上来 另外美团 美团呢 也就是了 你见得到 其实大概96至104之间 在大家还行之中 现在又再一次试冲 这个密集区顶部 能够冲到上去 当然最好 不能够的话都不要紧 只要不跌穿96 这些有机会 都是有机会冲上去的 ATM股 我觉得仍然都是值得 较稳定地推荐 整体现在的形势就是 美国由于拜登 有机会代表民主党出选 挑战特朗普 市场为之 比较受落的 但是美国疫情 是未过的 就不要完全太乐观 只能够高人胆大的去买 买的时候 记住 防线设在24680区 如果失手的话 是要走的 港股 恒指 初步的防线设在低一点 这里有一个上升裂口的258水平 258水平 跌穿26,000 就是转弱的 如果不转弱的 守住26,000的话 是有机会相抵反弹的 推荐的是ATM三日股份 今天分析就是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